下来的话,所以刚刚主要是针对那个就是 如果写档,比如说我把某个资料读进来之后,然后可能就切割 然后最后再把它存档 那当然呢,一般处理资料的时候啦,其实或是资料库也好啦,其实 最重要是一定要做到两件事嘛,第一件事就可以写嘛 对,第二件事就可以读嘛 读跟写就是IO嘛,输入输出嘛 如果可以做到,那表示你至少可以基本控制 然后顶多是说延伸的话,再来就是删除资料 然后修改资料 大概,顶多就是删除修改 刚刚有写入啦,不过写入是整批写入 如果这些可以办得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 基本上够用的啦,那除非说你要做得很复杂,不然的话 也不用记太多,是不是真的 相关东西其实 那个官网上其实它都有很多的 教你怎么做啦,所以你其实也可以Google 查一下那个OpenPyExcel 其实它也有那个官方的说明档 那只是大部分应该都是英文的啦,你可能还是要花点时间去 爬一下它里面,它能做的事情它都帮你列出来了 OK 然后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直接直接摘入 最终,上个礼拜最 最后其实也有提到有关 如何读取 Excel的档案 Excel档案的话,读取的方法 当然第1个 所以 类似像我们上个礼拜练习的 有一个是,我是在根本屋底下有这个啦,叫Member 底线 Excel 这一个 假设啦,你们也可以读别的,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是做完了,两个栏位 然后里面有姓名跟手机 那放了10个 会员的资料 那当然我们等于是写入成功了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读取也能成功 那OK 读取好像又比写入简单 因为读取相当就单纯 所以呢,要怎么样读取 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把 这个Excel档案在根本屋底下 不过前提是 因为我已经放根本屋底下 所以我就不需要特别指定说哪一个磁碟机的哪一个目录 可是如果你是有 另外一个地方放这个档的话 那你可能要指定 比如说你可能要跟他讲说 我是什么 这个低叠的底下的哪个资料夹的这个东西 那他才会知道 那目前是不用了 所以我们 这段测试嘛,好像 也是一样,在云端白板上面第 13页吧 OK,就是这一段 如果 假如你上个礼拜有存档,你就直接打 如果没存到档,反正就抓这个也可以 那程式也很简单 好像里面扣掉注解的埃子有6行 OK 然后Ctrl C 直接呢,我拿来这边用Ctrl V 那一样把它放大一下 就这一段 当然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其实 总共7行扣掉 注解 注解这边的话 其实总共 就是只有 5行 所以蛮简单的 那当然第1个 要怎么样读档 所以读取 Esser的档案第1件 一样要先把它input进来 这无庸置疑 反正以后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要想到 有哪一个 这个 module 模组 他可以帮我做这一件 哎呦 找到他 Open Pie Excel 那他 这个模组里面有很多的 Function 就是他的 方法 其中哪个方法可以开档呢 其中呢有一个 方法叫点 有没有 点后面不是有一个叫 Low 底线 Wordbook 所以其他名称定的也还蛮好理解 Low嘛 Low就是 载入嘛 底线一个Wordbook OK 不过啦 其他地方好像 常用用Open 有没有 像VBA里面就是Open 那个Wordbook物件 然后 去Open 那个党 党名副党名给他一下 一样可以开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利用这个模组 直接的这个方法 Low 后面给他党名 记得副党名一定要给 因为如果你没给副党名的话 他一样会出错 所以记得 副党名很重要 因为同学很常 不太习惯用副党 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就出错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前面一样 加了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呢 我们取名称叫WB 或者叫 Wordbook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 只是说呢 他会产生一个叫工作部务件 工作部务件 英文名称叫Wordbook 所以利用那个 Low Wordbook的话 就产生 到前面去 这个工作部务件呢 你如果要指定哪一个的话 当然 这个 刚刚我们不是有用到 叫什么 叫 点 点 点 ACTIVE 有没有 或者是说呢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 不用点ACTIVE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Worksheet 中瓜壶0 中瓜壶0 一样跟点ACTIVE 一样的意思 指的就是 第一个工作表 的意思 0 记得 因为他是从 0开始 如果你给1的话 会变成 的第二个去 但是有一种状况是 那个工作部里面根本没有 第二个去的话 那会产生Bug OK 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是你把0 里面变成文字 然后中间呢就给那个 他的工作表名称 对没有 比如说序子1 这样也OK 所以其实 这边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指定到底 你要开的是 哪一个 工作表 所以有一层一层的 当然我们用0 好了 或者你用点ACTIVE也可以 那前面就会产生一个叫 这个叫序子物件 序子物件 序子物件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那有些 有些书或有些这个 网路资料会习惯用什么 WS 可不可以 前面叫WB Workbook 这个的话叫 Worksheet Worksheet的话就工作表 也可以啦 这个名称 看得懂为原则 所以前面那个sheet 我们用就是sheet 就是 工作表物件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要把它打开的话 那底下的话 当然你可以先print一个 就是 这边上面如果你要算sheet 总共有几个的话 你可以用sheet.max 底线弱 就是 指的是说呢 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多少列 这多少列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呢 那我可以跑个回圈 那我就可以知道 假设我有100列 那我就不是从第1列一直读 所以底下不是有回圈吗 For I in range 帮我从第1列 一直跑到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范围的话加1啦 因为他停下来嘛 一定要他的 下一个停下来 OK 那一样把里面的东西抓 抓出来的话 就必须要配合一个叫sheet 这个sheet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物件 那里面的储存格 OK 里面储存格应该有两个储存格 所以呢我们就把第1个储存格 储存格怎么指定 接下来就是 要再利用一个叫 Sales的 一个子物件 这个sale 顾名思义嘛 就储存格 然后储存格 里面刮符后面的参数 记得是什么呢 哪一列 有没有刮符的话先列 逗点 第2个是哪一栏 有没有所以呢 请你帮我抓那个 这里面的资料 里面的 这个 第1列 的第1栏的资料 点value 一定要加 然后再串一个逗点 然后再把那个 第1列的第2栏的资料 帮我抓出来 OK 所以哪一12推 总total的话 目前看起来 这个资料把它打开一下 我先把它打开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这里是第1列 这应该是第2列 第 应该是11 11吧 然后他一个一个 帮我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回圈里面 并且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 上如果没有错的话呢 那他就会帮我把这个资料呢 给列印出来了 OK OK 所以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所以呢 我们已经知道 所以 这边有一个叫 这个属性可能很重要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Shit.MaxRow 这个的话指的就是说呢 你这个工作 表里面到底有几列的意思 有没有 有点像这个MaxRow 有点像 直接取得11 有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Max 把它放旁边一下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读资料 一定是读到最最后面这个11 那把11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来 那后面为什么要加1啊 应该知道吧 这个这个是个range range一定是 停下来位置是第12 所以他一定要加1才会跑到第11 然后 然后从第1开始 1到11 OK 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什么 工作表是从0开始 但是列 却是从1开始 这个其实好像没有统一 这个 所以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 那如果你把这边改成0 应该会出错吧 OK 所以 所以列跟 蓝 都是从1开始 列跟 对都从1开始 然后 但是工作表 却是从0开始 他没有统一 所以这个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 我记得 Pandals 也是从0开始 反正 每一个 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都不是一个人写的 不是一个team写的 不可能一个人来 不是一个team写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路 就是 我们以后干脆想好了 我们就像以色友一样 从1开始 不要有你用0开始 那我用1开始 这个真的是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先搞懂 这个 从哪边开始 这件事 我觉得真的是 还蛮障碍的 不同阶层的东西 都用同样度 我会比较好 比他这样 变成不同阶层的东西 要用不同的 所以 但是你也不能 除非说你写信给他 那这个 也真的 你作者跟他讲一下 说你可不可以有一个 统一的写法 因为可能已经很多 可是我看一下 Tex讲 这是从0开始 你说那个